站在柜台选择五花八门 立委刘兆豪点了碗绿豆汤 别看店面平凡无奇 这里可是台东的甜品老店 开店进一夹子已经传承第三代 华入口甜而不腻 夏天能节热 冬天温润保暖 刘兆豪从小喝到大 一碗简单的绿豆汤 民客味蕾记忆之中 小时候住在前面而已 这个是老台东 以前能够吃的东西 喝一碗绿豆汤 喝一杯绿豆汤 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刘兆豪正大法律系毕业后 考取法官 先后到高雄台东任职 曾任台东副县长 去年底立委三连霸 公务繁忙之余 骑着单车 穿梭老家的大街小巷 身旁景物在首席不过 他要继续探索记忆中的美味 热油滋滋作响 葱油饼渐渐金黄酥脆 大份量只要铜板架 加点辣椒 刘兆豪边吃边说故事 回家乡遇到的人都是朋友 话家常 竹汽航老师傅 年过八旬 热情打招呼 更有驾驶停下车 为他加油打气 贴地气受民众喜爱 刘兆豪品尝家乡 怀旧小吃 看着成长的地方 慢慢改变 熟识的人 幸福生活 家乡的种种 都是他继续前进的理由 明星文的于翰 台东报导 明星文的于翰